女生真的要必備這個知識 因為有時候男人出來 你以前不懂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男人出來了 可是因為我們健康教育 也沒有上過 男人出來是什麼樣子啊 所以後來我就會假裝跟我女兒說 你知道我以前 她就說我知道 我們就比較不會去想這些事情 就越來越可以念佛女 你知道嗎 可是他們說 其實如果你有這樣的一個刺激啊 你的更年期的症狀會比較少一點 你會跟女兒聊這些嗎 我以前不敢聊 但是後來我覺得是要聊的 因為她這樣她才能夠保護她自己啊 我覺得我們年輕的時候可能就是 媽媽也不敢跟我們講 然後我們也不敢問人家 然後所有的一切可能都是猜的 或者是可能看來的 有些不太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 這怎麼講 好難解釋 那你會跟她分享你嗎 我後來會 我後來會跟她說 因為我以前都不懂啊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那個時候是什麼狀態 可是這樣不行 這要怎麼說 她被逼她 就是你知道很多男人喔 好想聽 好想知道 但我真的覺得 女生真的要必備這個知識 因為 有時候男人出來 你以前不懂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男人出來了 根本的男人 她又沒有戴套子 可是她告訴你說她沒有出來 然後你就相信她 她沒有出來 但其實她是出來的 可是因為我們健康教育也沒有上過 男人出來是什麼樣子啊 可是你看 如果這件事情 如果是可以很正常的 就像我們洗鼻涕 這麼正常 這麼自然的話 我們會去回避她嗎 那是不是很多年輕人 她就更具備這樣的觀念 她就更能夠保護自己 或者也保護別人 是不是 是不是很多一些 有的沒有的問題 又會變得少 所以後來我就會假裝跟我女兒說 你知道我以前 我就不敢跟她講 怕她會說 她會說 講這幹嘛 所以我就說 你知道我以前 那是希望我以前就知道 就會這樣跟她分享 因為我覺得她還是要知道 她的反應是 沒有她沒想到說 她就說 我知道 現在其實可能 就是網路的資訊會有一些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 可能比我們以前 懂得多一些 嗯 那上面英國讀書 你有幫她準備保護嗎 沒有 怎麼敢 但是我有跟她說 就是 一定要會保護自己 對 我沒有辦法準備 因為我總覺得 還是不要 就是去念書嘛 女生 尤其到更年期 我那天才聽人家說 因為你其實 你知道我們就比較 比較不會去想這些事情 就越來越可以念佛 你知道嗎 可是他們說 其實如果你有這樣的一個刺激啊 你的更年期的症狀會比較少一點 就是你還有在被刺激 就是一直被刺激 一直被刺激 所以你自己 刺激 是好的 真的啦 真的真的 要 不然你常常也會覺得說 反正就不需要 也沒什麼 但沒有 她可能也是養生的一種 保養的一種 謝謝